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会 这可能成为习近平时代的决定性时刻 这次会议将在中国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刻 概述经济政策的大致方向 超过370位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和候补成员将参加 重点在于应对经济挑战及制定达到2035年的一系列中企工业和技术目标的路线图 除此之外 会议还将涉及反腐调查和国防人事调整等议题 国内外观察家都在密切关注这次全会 期望了解更多具体政策细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即将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 这次会议可能成为习近平时代的一个决定性时刻 这篇文章来源于南华早报 由资深记者William Cheng撰写 他多次报道中国政治事物具有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洞察力 在这次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详细复述和分析文章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将在周一开始召开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可能会决定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方向 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政治学研究员表示 这次重要的第三次全会将被党内高层用来回顾习近平领导下的成就 并制定实现2035年目标的计划 这些目标将为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会议的主要议题预计是如何应对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挑战 会议全称是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将有超过37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参加 会议还将提供更多关于2035年和2049年目标的路线图细节 目标包括成为技术超级大国和世界一流军事强国 会议预计在周四闭幕并发布一份简短的公报总结关键决定 通常这些公报将在几天内由全党文件形式发布 详细说明做出的各项决定 然而观察人士警告称 这些文件通常只设定了总体政策方向 具体政策细节和国家下一个五年计划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揭晓 会议举行之际 北京正试图向外国企业和国内私营部门保证国家的经济前景 这也是以往几次重要的第三次全会试图解决的问题 除了经济政策 观察人士还将关注全会如何处理三名中央委员的腐败调查案件 包括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前农业部长唐人健和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 以及候补委员李时松 此外外界还关注前外交部长秦刚被突然免职后的去向 以及李尚福继任者董军是否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成员的潜在宣布 新华社在会议前夕发布了一系列文章 赞扬过去十年的成就 并从习近平的领导中汲取启示性经验 同时 安全部门被要求尽一切努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这一行动与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纪念活动相吻合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分析中心的中国政治事务研究员Neal Thomas表示 习近平将利用这次全会推进他现有的议程 重点是党的控制 技术资历 金融去风险 社会福利和供给侧工业政策 他指出 尽管经济悲观情绪带来了一些政治挑战 但也可能会有一些非常适度的积极惊喜 一些新的信号表明可能会出台更多有利于高科技领域的轻商政策 但习近平并不想解放企业家和市场 而是希望利用他们来发展技术和提升制造业 最后 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大陆政治分析家表示 这次会议将为2026年至2030年的下一个五年规划提供蓝图 如果您觉得会议后发布的文件中的党语言过于难以理解 可以等到明年三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下一个五年计划 届时 主要政策将会变得更加明确 那时再决定是否有值得庆祝的内容 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次重要会议的基本内容 接下来让我们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 从经济角度来看 这次全会被视为确定未来十年经济政策方向的关键时刻 中国目前正面临人口危机 经济增长 放缓和地方债务增加等重大挑战 习近平政府需要在这些问题上找到平衡点 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其次 从政治角度来看 这次全会也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重要平台 自2013年以来 习近平通过一系列反腐运动和政治改革 逐步加强了对党的控制 这次会议不仅要总结过去十年的成就 还要为未来十年制定新的政策方向 这也意味着习近平的政策和领导风格将在未来继续主导中国的发展 另外 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 在最近的北约峰会上 北京被指责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决定性帮手 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政策带来了挑战 本次全会可能会讨论如何应对来自西方的压力 以及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利益 最后 从社会角度来看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背景下 安全部门被要求尽一切努力维护稳定 显示出政府对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高度重视 总结来看 这次第三次全体会议 无论是在经济 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政府将利用这次会议进一步巩固权力 制定新的政策方向 以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入探索这一重要会议的更多细节 敬请关注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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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